大家好,我是Stan 在中小经纪公司成功的IDOL 比大型经纪公司出身的IDOL还要厉害 大家也觉得这样吗? 昨天我在网上看了一个贴文 内容主要是在说 到底是在中小经纪公司成功的IDOL厉害 还是在大型经纪公司成功的IDOL比较厉害 一直以来在网上有很多人都说 在中小经纪公司成功的IDOL 要比大型经纪公司成功的IDOL还要厉害 理由是因为 大型公司出身的新人 出发点就跟中小型不一样 他们有成功前辈的关怀 所以在出道前就能参与前辈们的歌曲节目提高知名度 而在还没有正式出道前开始 就以某某某师妹团师弟团获得非常高的关注 而在出道后 只要前辈歌手在节目或者是SNS稍微一提一下的话 马上就被各种媒体报道提高曝光度 也就是说是因为占了著名前辈们的光 所以很容易就能成功 反观中小经纪公司出道的新人 没有可以占光的前辈 出演音乐节目综艺节目的机会也是很少 凡事都是需要自己成长 而不是有特别的奇迹的话 一般会在出道过一段时间才能打进音乐排行榜 所以部分网友们觉得 在中小经纪公司成功的idol比在大型出道的idol 大家也觉得是这样吗 其实很多有歌手梦的人自己也能知道 一般可以的话都是会想去大型经纪公司成为练习生 所以全世界实力好高颜值的人都会聚集在一起 因此竞争也是非常激烈 而能在那种环境下竞争坚持好几年后生存下来 就已经足够证明了他们真的是付出了非常多的血汗 并且本身也是有实力的一个人 所以这样出道后能沾一点前辈们的光也不是不应该 然后大型出身的新人们也是有苦衷的 因为大家知道媒体跟网友们会一直拿他们跟前辈们比较 某某某的师弟团师妹团 第二个某某某等 而且成绩稍微不是很理想就会被比较被骂 这心理上的压力也是非常大的 所以我是觉得 不能因为是大型经纪公司出身就否认了他们个人的努力 说实话能够在大型出道 这已经是很厉害的事情了 所以大家觉得 中小经纪公司对大型经纪公司哪一个比较厉害呢 这样留言区又要吵起来了 虽然我的本命团也是中小经纪公司出身 对于他们的努力我真的是感到很骄傲 但是绝对不会因为这样而去否认别家爱豆的努力 在竞争这么激烈的韩国爱豆市场 所有出道的爱豆们都是付出了非常艰辛的努力 所以我们不要抽奖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 韩国因为网友整理的 孙子喜带非常红的理由 有着这种颜值竟然是领唱而且音色也好 有着这种颜值竟然是主唱而且音色也好 有着这种颜值竟然是代表韩国女团的主唱之一 但是前面这三个人都不是颜值成员 颜值成员之一的她 有着这样的长相竟然连舞蹈实力也很强 另外一位颜值成员 有着这样的长相竟然还是领唱 最后一位颜值成员 是代表韩国女团颜值的爱豆成员 竟然连舞蹈实力也很强 那其他三个人呢 有着这种颜值综艺很强 演戏能力也很好 另外一位有着这种颜值 音色好主持力强综艺感特好 最后一位是有着这种颜值 却有着代表韩国女团的舞蹈实力 最重要的是非常搞笑 这样的九个人在一个团体能不红吗 好的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 哇 开始吧 主人有什么需要的吗 我没事 咪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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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